日前张铁林被私生子的生母姿女士起诉讨压儿子抚养权仪式持续发酵 近日姿女士接受某媒体采访 详述张铁林于7年前如何用暴力手段夺奏儿子 并怀疑自己受伤受威胁和张铁林有关 并出示了相关照片证据 这时张铁林曾半夜闯入姿女士家中与其对峙谈判 据姿女士介绍 她在2000年年大一的时候和张铁林相识 在大二的时候生下儿子 但两人始终一直没有结婚 儿子出生后一直由姿女士抚养照顾 一直到六岁半 早期张铁林还比较关心孩子 但姿女士一直没有同意把儿子完全交给张铁林 09年某个深夜 张铁林带着一群人一闯入姿女士家抢夺儿子 因当是家里有人 张铁林夺子并未成功 而根据姿女士提供的图片显示 当时张铁林坐在沙发上和姿女士谈判对峙 经过调解 当天张铁林并没有带走儿子 而后姿女士表示 过了几天 有张铁林身边人将姿女士和儿子绑上一辆车 在荒江扔下姿女士后 带着姿女士的儿子离去 从此骨肉分离 她还透露 她这几年一直在北京寻找儿子 期间还曾被摩托车撞成九级伤残 还曾接到过匿名威胁电话 找孩子还要不要命了 姿女士因此怀疑自己受伤和受威胁仪式 和张铁林不无关系 姿女士还出示了一系列病例和车祸赔偿判决书 据姿女士介绍 在她受伤期间张铁林对其想见儿子的要求不闻不问 而后更是断了所有联系 而姿女士已经有七年未见儿子 据悉姿女士创告张铁林的案子将于9月29日开庭